很多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要求别人的努力来使自己能够获得成功 这是你管控不了的希望 结果的是失望大于希望 给自己徒增很多的烦恼 例如在Ashfield有一位华人四十多岁的妇女 她出了车祸之后腿断了接上了 医生让她自己每一天在家里锻炼 一个月就会好了 但是她很懒 去找了一个当过运动员的朋友 给她点费用 每天帮她来锻炼 结果这个运动员可能是年纪太大的缘故 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 自己不知轻重 也不知道她的骨头好坏程度 结果让这位女士骨头又脱节了 所以 这位女士最后跟别人说 早知道我自己锻炼 痛不痛 我自己最清楚 可以用多少力度 我比她清楚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求人不如求己呀 在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讲的是有一年 他们对哈佛大学毕业的一群学生呢 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 这群学生的智力学历环境条件 基本上都是相差无几 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有3%的人 他们有清楚的远大的目标 10%的人呢 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 有60%的人目标模糊 还有20%的人没有目标随便 25年之后 哈佛大学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果是这样的 3%的有远大目标的学生 25年间 他们朝着一个方向 不懈的去努力 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的成功人士 其中不凡有行业的领袖 社会精英和各方面的重要人才 10%的人 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短期目标 他们也成了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大部分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阶段 有60%的人 他们没有太大的目标 他们安喻的生活和工作 没有特别的成绩 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阶段 埋怀 埋怀 埋怀这个不给他们机会的世界 记住了 理想是指路明灯 没有理想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一个人活着没有坚定的方向 你就没有生活 自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所以佛法讲要精进修行 佛教将精进的程度分为五种 所以你们现在学佛也好 工作也好 在家庭当中也好 对孩子的教育也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精进 但是佛教把精进分为五种 第一种称为家行精进 第一种叫背甲精进 背就是背人家的背 甲就是过去古时候成为勇士将军 这个意思就是说 像将军勇士上场一样 无所畏惧的精进 第二种叫家行精进 就是家强的家行动的行 这种精进呢 就是家强自身的启动力 要坚定兼顾自己的信念 不要随随便便 被别人一讲 你就左摇右晃 第三种叫无下精进 无就是没有的 无下就是下面的下 就是不要去看清自己的精进 不要去看不起自己 我做不到 这样你才能无挂碍 无恐怖的去精进 第四种叫无退精进 我今天已经做了 我今天已经努力了 我只有向前 我坚忍不缺 我们坚猛心智 遇到苦境 我也坚决向前 这叫无退精进 第五种叫无足精进 足就是脚的足啊 无足精进 就是我们的脚 永远不会停止 永无止境的精进 这样的人才会自强不息的达到佛的境界 给大家izations 谢谢大家